古堂的教学理念 很多的网友发来了很多的问题 最多的问题集中于 古堂古鲁夫一千条是如何练成的 我们为什么没有提供这一千条的谱子 但是在这个节目开播之前 我们就已经把古堂古鲁夫一千条的谱子分享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我屏幕左边的谱子 这是古堂鲁蒙茨的练习的一 它一共有二十八小节的练习 各个的练习 都是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和后八分 还有一些休止符组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古堂鲁蒙茨练习二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刚开始我们是用彩查 或者是red 其实它是一个右手的身部 它一共有三十五个变化 大家可以看 从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有强弱的八分音符 还有前八后十六 前十六后八等等的 在第十三条开始 都是我们的一些parody的组合 它是以四位单位 比如说右左右右左右左左 或者是右左右右 左左右左 此类的组合 到我们的第十九条 就开始是我们的三连音的组合 右手要保持三连音 它分别要在red或者high high上 保持三连音 salf四分三连音 或者是伟大三连的节奏型 然后在我们的二十六条开始 全是一些六连音的组合 也表示我们的手将演奏六连音的一个身部 以上大家看到的就是古堂古鲁夫一千条的所有了 它其实不是一千张纸 也不是一千条练习 它只有这两页纸 然后我们用乘法 把练习和练习混在一起 你想想二十八乘以三十五 这就是接近一千条的练习 那如何来练习古堂古鲁夫一千条呢 那我们现在以Rudimenti第一小节为例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个四分音符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它在每小节的第一拍和第三拍 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四分音符 然后这些我们都是用贝斯古来演奏 也就是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然后我们所有的练习里边 如果以这一条节奏为例的话 那我们永远的一三拍都是四分音符的贝斯古 然后我们现在翻到我们的练习R 我们用这三十五个可能性来配合这一条脚来打 我们现在就来我们的练习一 我们通过几十个可能性来看看这个有什么神奇的变化 我们的贝斯古右脚一直保持在一和三拍的四分音符 然后我们的左手先保持二四拍的军鼓 对吧 那就变成一个咚大咚大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右手去分别去演奏我们Rudimenti练习二的练习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的示范的演奏 我首先为大家演示的是第一到第十二条 1 2 3 4 1 2 3 4 2 4 4 5 2 4 5 2 2 3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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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堂古鲁弗一千条 四分音符的古鲁弗 第九到十二条 大家都可以看他把他的右手 都打在right上 左脚打四分音符 他的填充练习 也是来 源于 国际基本功手法的 20条里面的 第九条和第十二条 大家可以看到是第九条是 比如说是右左左右 他就是右手是 手 左手是脚 就变成 所有的左手变成脚 就变成 他在这个公式上面 做的所有的发展 这个公式上面就会有点好看 就是这个公式上面的 就会在这个公式上面 有点好看 就会是 它的公式上面 是 有点好看 就会有点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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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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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